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1日 我是Galu 歡迎收看香港國際旅遊台出逆境 今天又到我們打針有JAXO的系列 我們會跟大家說一些新的和可以登記的獎賞計劃 先前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些QR Code 大家有沒有數過呢? 如果沒有就快點在這裡數一數快點去登記 今次我們就說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集團推出抽獎活動 會送出一年免費住宿 這個名額只有一個 但它會適用於香格里拉集團旗下一百多間酒店 它的酒店在倫敦、巴黎、東京、新加坡 在香港也有四間 得獎人士可以在任何一間裡免費住一年 怎樣參加呢?很簡單 大家只要數一數這個QR Code 跟著裡面的要求去填寫資料就沒問題了 其實呢 持有香港身份證 永久和非永久的居民都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參加者就必須要年滿18歲 和在8月31日之前在香港接種兩劑疫苗就可以了 之後呢 我們要說的就是華貿集團的抽獎 華貿集團這個抽獎活動 一共有3650份獎品 價值高達2160萬港幣 獎品就包括有余心酒店標準客房的slication一晚 這個也包括早餐和晚餐 抽獎其實已經接受登記了 大家只要數一數這個QR Code 就可以根據上面的條件去填 條件和先前香格里拉集團都一樣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新聞黨的疫苗百萬禮品大抽獎 其實他們就是先前很早期已經去參加這個獎賞計劃 但到6月底才開始去登記 他們的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 就捐出了自己私人珍藏 一隻古董這個農曆士標 做這個終極大抽獎的頭獎 黨內的骨幹都捐出了很多禮品 我們現在可以上去Facebook看看他們的禮品 有14K白金釀天然鑽石吊咀 又有50份總值差不多 13萬港元的全身體檢套票 又有1000名價值約30萬本地油的禮券 還有其他電子產品 包括手提電腦、手提電話等等 登記這個大抽獎 都很簡單的 參加者又要年滿18歲 但要在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香港接種兩劑疫苗 以及要成為新聞黨 新聞之友 大獎分三期舉行 會在7月、8月、9月 截止日期是8月31日 大家記得要留意他們的Facebook 接下來這個獎賞很吸引 因為請你吃一輩子飯 預計送出接近380萬價值的獎品 免費吃金記也要設有一個上限 就是每個月上限3000元 這樣計算一下 其實一天只有100元吃飯 如果不吃過濃的話 就不用銀河包了 金記的登記網站 現在還未準備好 等它過兩天 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會為大家準備個QR Code 現時我們就有9個QR Code 可以給大家掃去登記獎賞計劃 信和集團 新鴻基地產 行基少業 星夢郵輪 香港總商會 煤氣公司 希腎集團 杭格里拉集團 和華謀集團 這9個獎賞計劃 你是不是全部登記了 還未就快點掃了 我現在看看香港和世界各地疫情 香港今天新增一種確診 帶有變異病毒株屬於源頭不明 台灣錄得33宗確診 日本疫情升溫 就新增2456宗確診 印尼繼續錄得超過3萬宗個案 錄得35,094宗確診 美國新增34,304宗確診 加拿大錄得768宗確診 在英國 單日確診個案 依然超過3萬宗 今天的走出疫情 就說著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啦 拜拜